那直接可以把它串在一起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怎么样 直接就变成那个 但 如果你把它串起来你会发现 其实好像不是你想的 AND 比如这个然后一样AND 一个减的符号 然后再AND 假设84好了 那以为084串在一起应该是 084嘛 可是你会发现 他怎么还是84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只有改变格式 OK 所以呢 你会想说 那有没有办法如果将来 我不要只是改变格式 我要真的帮我把它改成084 那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 以后如果你表面上看到的东西 跟实际上的还是不一样的话 那你这个时候你就要想到有个函数 叫做TES TES这个函数是什么呢 他就是可以帮你把 格式 真的转成文字 OK所以这个函数 就是这样的用法 那我怎么知道啊 其实你如果不熟这个的话 你可以在旁边练习啦 也许隔一列吧 在这边 插入一个函数 然后找到文字类的这个部分 然后找到那个TES TES这个 TES的话呢 他会问你说Value 那你就把这个84给他 对不对 然后后面的 Formate TES的话 因为 只要是TES 一定就是要有双引号 所以双引号 000 双引号 其实你就是怎么样 把刚刚那个制定里面的那个 那个制定的Formate TES 把它放到这边来 所以以后 假设啦 如果反正你那个制定格式里面的那个 只要是那一串东西 你通通可以把它放在这边 那 那个 TES函数呢 就会自动帮你把原来的格式 转换成真实的 资料 OK 所以真的会转 按确定 我们来看一下你会发现 084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是真的转 而不是假的 OK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 很简单 如果切回来这边 你只要把那个什么 G4的外面 再包一个TEST TEST 钱瓜糊 然后呢 后面的话呢 逗点 直接 我这边直接在这里输入啦 有时候比较快一点 000 然后呢 包起来 那再怎么样 再加一个什么 后面再加一个后刮糊 好了 其实就是这样就对了 反正原来的G4 外面呢 包一个TEST 前刮糊 TEST前刮糊 放在G4前 逗点 然后双引号 000 后刮糊 好了之后呢 你直接打钩就可以了 你会发现 0824就出来了 有没有 OK 理论上应该是比较简单 而且应该比刚刚的RUP 简单很多 所以有的时候 那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绝对都不是只有唯一的 这个当然也是 这种设计工作的好 设计工作的有趣的地方 但是也是 如果你 不懂的这些 其他的方法 但也会 是头痛的 地方 做完之后的话 一样 你可以把刚刚的 公式 也是要F4后面 这个M的符号 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呢 切到后面 把它贴上 再把G4呢 一样改成H4 打钩 向下填满 这样的话呢 就 完成 我们要的结果 OK 所以 这一点